我想一開始的時候,我們先進到今天這個個案的部分好了 這個Master Malkasky的這個個案,請跳到下一頁 好,在這個個案當中,我們事實上這個個案裡面來講 如果是放在,這個個案其實我是從哈佛那邊拿過來的 他們有一門必修課,叫做LCA 我看看,LCA是叫做所謂的Leadership 然後Competence and Accountability的這門課程 就等於是哈佛的倫理課這樣子的概念 這裡面當中這個個案是他們放在前面好像是 第二、第三堂課就把這個個案拿出來上 那他們之所以會用這個個案的理由其實很簡單 我不知道各位你們日後你們預期你們 將來畢業之後你們想幹什麼事情 這個部分我不太清楚 那如果用哈佛那邊過往的統計來看的時候 他們的學生最喜歡去哪些地方呢? 第一個地方叫做顧問公司,很奇怪 他們很喜歡做顧問 第二個呢,是投資銀行 第三個是那種大型的,用你們的話來講叫什麼? FMCC是不是? FMCG 因為我的話來就是Consuming Product的那個部分 他們最熱衷的三種不同的產業 所以這個個案裡面來講 你看到的是來自於說這裡面的故事主人 會是一個所謂的一個產業研究單位的分析人員 像這樣的一個個案 透過這樣個案的時候 就哈佛那邊的一個講法來講的時候 他們希望利用像這樣的個案 來幫助他們的學生準備一下 大概知道說 未來的職場現實當中 至少在你們所偏好的產業裡面 可能會碰到什麼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呢,他們知道說 事實上在真正的產業裡面來講的時候 會有很多很模糊的一些倫理 或者是說法律的界限在這個地方 然後呢 他並且會希望讓大家知道說 是做一個人來講 他是在什麼樣的情形之下 會讓他自己陷入到像這樣子的情境 以及說他們的一些組織周圍當中的一些因素裡面來講 是怎麼樣子讓一個人的一些倫理判斷的標準 可能會有所改變 然後並且就哈佛的角度來看的時候 他會希望自己的學生畢業之後 會是一個有道德感 有正義 有使命感這樣子的人 好,那麼至於像這樣子的人 是不是可以在世衛上面生存 這個問題 我們以後各位自己會證實這個事情 那我也不能夠去下一個案的定論 好,請跳到下一頁 那在一開始的時候 好,我們先來討論一下這個個案的部分好了 嗯... 在這個個案裡面來講 這個個案講了什麼事情 可以幫我們簡單的講一下 這個個案說了什麼故事 存人在哪邊 這裡 要不要跟我們簡單講一下 這個主角 他跟他的上司要求說 他會叫做一個狀況的任務 然後這個任務 他會問他們的公司 拿來一個很大的例順 是 他為了完成這個計畫的話 他必須要去訪問到一個 是成立在對手公司服務過的 的一個先生 然後他會從他那邊竊取到一些關於對方的一些機密資料 OK 好,謝謝 來 還有誰可以幫全人補充一下 你覺得在案例裡面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地方 是你覺得有據 可能提出來會讓我們更清楚的 上司有指示他說 如果有必要的話 可以透過行賄的方式 從那個 那個重要的人 人士那邊取得 關於客戶的對手公司的機密資訊 他是說有行賄嗎 是有必要 應該要多錢 比較高 對 OK,比較高的一些錢 好 我們來這樣拉過來看 在這個行業裡面 一般來講 如果他今天要取得別人資訊的時候 就他們各個裡面描述的業界慣例來講 是怎麼樣取得這些資訊的 或者是說 你們這邊有很多人是在 會做一些產業分析的研究 特別是 例如像 某些門裡面 Anyway 會做上這樣的事情 那我這邊舉個例子來講 如果我現在想知道 網紅界的一些資料的話 你要怎麼取得這些資料 訪問網紅 訪問網紅 還有呢 訪問國中生 訪問國中生 還有呢 好,對不起 我不要用網紅這個例子來講好了 換一種東西來看他 我想一下 好 我想知道那個 好大雞排 這家店 他們的 成本結構 跟他們的用料來源 我要怎麼知道 訪問 你們做報告現在真的會這樣問喔 訪問家族店的員工 會有人告訴他 他會告訴你嗎 不會 那這樣子的話 你怎麼交差 跟老師說我不知道 就把你當掉 就把你當掉 自己去加盟 自己去加盟 喔 自己去加盟拿這個東西 去詢問他 你說你有意思要加盟 OK 好 這樣對嗎 好 在這個產業裡面 就個案裡面的寫法來講 他們其實產業分析師之類 像這樣的人 是會用訪談 並不會像我平常寫報告一樣 只會在網路上面 比誰 比誰比較會輸關鍵字的這個動作 可能很多時候會做像訪談 之類像這樣的事情 那 所以呢 在這個個案裡面來講 它是有 它就是說是可以做像這樣訪談 這類的東西 然後呢 在這些訪談之類的東西之下的時候 以他們業界的角度來看的時候 用美國的例子來看 是可以用所謂的一個 顧問費 或者諮詢費的名義 來給 被你所諮詢的人 一些所謂的一些報酬 可是在那案例裡面來講 剛剛所提到的部分 是來自於說是 給他一些超出 行情 的這個報酬 這裡面的部分 好 還有什麼其他的一些資訊 是你覺得蠻重要的 那個對手公司 也曾經是我們公司的特復 蛤 就是 現在的特復要去調查的對手公司 也是我們產生的特復 OK 所以等於說是 現在 要被調查的公司 事實上是以前 我們公司的客戶這個部分 這是重要的東西 為什麼這個東西那麼重要 為什麼你覺得這個事情那麼重要 我覺得是商業的問題 就是我的客戶 曾經賣購物的東西 然後我反過來 還去再調查他們 那 這有什麼問題 商業機密啊 OK 你覺得有商業機密的問題 好 還有呢 還有什麼重要的資訊 好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大概抽絲剝檢 一路路來看這個東西 那 我想先來問 我想要怎麼問這個問題 好 在這個個案裡面來講 看完之後 裡面有沒有任何的一些 一些倫理或者法律的問題 有沒有任何的倫理或者法律的問題 如果有的話是什麼 有沒有任何的地方 你覺得有倫理疑慮 或者有法律疑慮的 挺好 看不太出來 真的假的 沒看得懂 你自己有沒有看的啊 你怎麼教作業的啊 有 我今天很忙和你有看作業 所以你是亂教的原因是不是 還有 這邊都沒有寫 這邊都沒有寫 真的喔 喔 好 很好 你覺得誠實該不會加分 還是應該扣分 扣分扣分 好 沒有 這是好事情 不知道就不知道 不要像某些人硬撐 然後被人家笑草包 這樣不好 哨偉 我草包 哨偉 那個 這個個案裡面 有沒有任何的地方 是你覺得有倫理爭議 或者法律爭議的 就是 我是草包 就沒事了 沒有 因為 現在就是那個 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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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種有你正義的東西 所以你第一個所以你有兩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來自於說你覺得這裡面可能會有越級上報 越級上報是一件錯的事情 不知道 應該就知道 如果不是的話就不算倫理議題了耶 你絕對算不算 常常來說是不太行 哦正常來講是不太行 好那第一個問題呢 為什麼那是一個問題 我在收集市場商情這個東西 有什麼錯 你自己說是機密 結果被我知道了 那是你自己不會保護啊 就好像 今天就好像是那個 你在路上撿到別人的機密一樣 那你不能夠說 你要看了還知道那是機密啊 甚至看完你也不知道那是機密的話 那收集別人機密這個事情 到底有什麼錯 他如果補充說用別的組織 你去調理跟那個理工調情 哦 茂名是不是 哦 顧導 為什麼茂名是 茂名不對 我現在隨便打電話去 我隨便舉個例子來講 我打電話去高潔 怎麼講都沒有人會鳥我 我有建議跟他講說我是那個 我是OK 我是副市長葉匡時代 叫我來打電話給他的 他馬上就高潔接待我啊 所以你覺得茂名這件事情本身是不對的 會有爭議的 好 茂名這個事情 茂名的茂我忘記怎麼寫了 茂名這個東西 還有呢 還有什麼地方是你們覺得有倫理爭議的 還有沒有 me 茂名 志豐 恩 我是覺得 恩 因為他一看就是說 他們是 要針對一個化碳性卷 因為要那個產業區去做調查 但是他們其實要非常有一個有一個目的,就是想要問出那個CISCOM 你在說的事情是說,當他去訪問Devin那個人的時候 他跟他講的話,是說,我是來蒐集廣泛的產業情報 但是我真實的目的,是想去知道另外一家公司 特定的公司,他們的一個成本結構,那這上面有什麼問題? 就是,因為我們的目的不同,因為人家可能會覺得說 既然你是來做一個廣泛的協調,那應該是沒有太多的這個 就是力衝在裡面,所以人家可能會比較沒有解釋 可是這樣可能就一直會偷偷協商 嗯哼,所以我可以把你的話給理解成說 你覺得作為一個專業的市場調查人士 他應該跟他的受訪者充分且忠實地揭露訪談的目的 而不應該 OK,所以這部分對你來講是個爭議的地方 好,那像這樣子的倫理算什麼倫理? 好,有沒有聽過一個詞叫專業倫理? 行有行規 所以你剛說那個東西來講,我們先把它定義成 叫做專業倫理的部分 好,所以對於這個專業倫理上來講 有一個是茂名的這個東西 還有一個是充分揭露目的的問題 好,這是主於專業的部分 還有沒有別的? 提供訊息,他為什麼那麼願意幫忙? 然後他就是可以提供一個細節 因為你有給我顧問諮詢費啊 我今天當一個短期的顧問諮詢的話 我可以收錢啊 他幫那個歐洲那邊的廠商就是 建廠 那他是不是有一些秘密的那個考量 秘密的考量你指的事情是 就是那些基礎啊 OK,所以你現在換到另外一個人身上了 叫做Devin 你好奇的是來自於說是 Devin這樣子把你剛才剛做完的案子 這個成本結構給揭露出來 是不是你有洩漏原先 在公司的一個可能存在機密的部分 所以這部分來講 涉及到的 Devin的一個洩密的問題 個的很好 洩密的這個部分 好,還有沒有別的? 還有沒有別的可能是有爭議的地方 除了洩密這個地方 亞文 你呢? 為什麼不清楚? 讀完都沒有感覺喔 這樣不行耶 這不是讀書的好態度 右先 他們什麼地方你覺得可能會有倫理爭議的? 很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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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一個上司應該要比較尊重員工 給他一些尊重 像這樣子的東西 應該是以員工的 然後他感覺是自己用員工做事 然後如果員工... 可是資產如果沒用的話我就報廢了 所以他這樣做沒有錯啊 你真的覺得員工是公司的資產嗎? 資產的代價只有以下幾個 第一個被折就折到現在要殘職 然後賣掉 然後第二個 不想用了就把它丟掉 所以你真的覺得員工要當資產嗎? 好沒事我在玩你而已 好 所以這裡面來講 涉及到另外一個東西 可能是來自於說是 把員工當工具 我可以用像這樣子的字眼 因為你覺得說 他可能沒有尊重到員工這個部分 好 好 那 還有沒有別的 好 就是那個Richardson跟馬王他們那個時候 就是 中階他們的員工 就是花很多時間在工作 然後 可是他們這兩位高興主管 就跟他們說 我們這一期 就是並沒有 就是真的 就是 我們真的 達到 可能他們的規定目標 可是 最後 他們卻發現說 這兩位高興主管 就是這一個的話 他們都沒有達到他們 就是更多的銅利啊 這些獎勵 可是這兩位 關於主管卻 開了一新的 這個方法 可能就是 就是 那個令氏處 出現 這有什麼問題? 就是 我覺得這就是 牙蝠 就是他們 他們既然說沒有過聯話 但應該大家都是 不會有 高階主管有心 都拿臉心有什麼不對 不然 這為什麼大家想當高階主管呢? 呃 對 我沒有說你錯喔 我也沒有說你對喔 我只希望你能夠把他 更加的 OK 好 就是說 他們應該是把他 視為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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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共... 就是 其實應該視為一個共... 不是 修習共... 所以 你既然說下面的話 我們這一期都沒有 那上面 就算他們可能會 有額外的表現 他們也不應該是 表現太 張揚之外 所以 簡而言之 我把換一種講法來講的事情 是說 就你的觀點來看 一個好的組織 應該要有一種 所謂的一個 報酬公平 分配公平 像這樣子的概念 當你今天下面的員工 都沒有獎金啊 而上面的人 吃得白白胖胖的時候 會讓員工覺得 這是一個不公平的做法 可以用這樣子的字眼來形容它嗎? 其他公平性的部分 好 來 我好奇一個東西 在第一次 MASA跟客戶報告的時候 那個時候 他的主管 那個時候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第一次要跟客戶報告的時候 那時候他的主管 看到他的報告的東西的時候 有什麼意見? 他有一個是說 他本來寫的字眼是 代表性的 可能性的這種字眼 但是他還是回到他出達標 OK 這個地方你們覺得 這上面有沒有問題? 我覺得有 有 就是因為你其實不確定 但是你的主管跟你說 就是跟客戶說 我們這是已經確定的版本 是 沒有任何問題 所以這邊來講 他有一點誤導性 像這樣子的一種 可能性的存在 而誤導客戶這個地方 也是值得有爭議的地方 好 我們帶來這個口口來檢討這個地方 我們先來問一下好了 因為 目前聽起來好 可能有兩個人故事沒有看完 沒關係 那 現在碰到的問題是MASA 碰到一個問題對不對 就是說 我現在需要拿到更細的資料 那一方面來講 我沒有跟我現在所諮詢的這個人 這個人 叫做Devin這個人 跟他揭露我到底是誰 那我現在要拿到的東西就是 你現在 這個Devin 他以前 12年前上班的公司 的一個資料 那 我會不會照航貴跟他講說 我其實是誰 我想知道的 是這家公司的什麼資料 你可不可以給我 這是他現在碰到的問題 那 這裡面他可能有 以下幾種可能解決知道 我先把它簡化完好了 簡化完了解決知道 可能有以下幾個 第一個 我繼續隱瞞這個 所謂的一個我真實的身份 就跟Devin講 就叫Devin給我像這樣子的資料 並且願意給他更多的錢 付出更多的顧問費 來拿這個東西 這叫做我的方法一 方法二呢 是 我覺得這個案子 看起來 我覺得我 我覺得我不知道怎麼去拿這樣 講出像這樣子的話 所以我把這個案子轉給 所謂的Ogard這群人 就是公司的老手 這些人專門去Handle 這一些困難 並且有點 武怪的一些案子 第三個 我是哈佛畢業的 我們剛剛講 哈佛要強調Integrity 我不能夠丟掉 哈佛Integrity的臉 所以我決定 跟公司的 跟芝加哥公司的大老闆 跟他講說 我們這邊有一些不好的食物 做所謂的越級殘暴這樣子的動作 然後還有第四個選擇 老娘不幹了 有違我的一個倫理 倫理官 在這四種選擇之下的話 你會選擇哪一個 我再重新複數一次喔 選擇一是說 我忠實的跟那個Devin講說 我真實的身份是誰 我真的來意是什麼 然後呢 並且願意付錢 去買那個資料 選擇B 我把這個整個的東西當中 去轉給公司的老手 我再也不碰 因為老手不曉得知道 怎麼Handle這個狀況 又不會違法 選擇C 我跟公司的大老闆 去講這個問題 我覺得這邊有一些 不當的操作的手法 那公司是不是要處理 然後選擇D 是我乾脆自己走路 因為這邊想做的事情 跟我的想法不一樣 我覺得有違我自己的道德觀 好 在這四個選擇之下 你會選擇哪一條路 請你投一下票 聽懂了嗎 好 所以沒有隱瞞 蛤 沒有隱瞞他 喔他隱瞞這個選擇是不是 好 那第五個選擇 我隱瞞 我繼續做 我隱瞞 五個選擇好了 第五個選擇是隱瞞 我們有五個選項嗎 好 那就五個選項 我從來沒有想過 我會用到五個選項過 好累喔 第一個是直接老師講 第一個是直接老師講 說我的來意是什麼 我是哪家公司的 我的來意是什麼 對 錢我願意給你啊 二是轉給別人 然後三是跟大老闆 跟大老闆提供建言 或者講白花臉 叫做打小報告 然後四是老娘不幹了 五是就繼續欺瞞下去 好看一下結果 最多的是轉給老手 然後三是 好來 我先問一下喔 選擇跟大老闆打小報告的人 願意分享一下你的見解嗎 為什麼答案是跟大老闆打小報告 你其實也不一定是打小報告的 就是跟老闆講的這件事 然後 其實我覺得跟二有點像 只是跟二不一樣的是 我直接把事情整個給別人做 然後我就不能省錢了 但三次我可能去跟老闆講 然後我可以問老闆說 那你覺得我這樣做好嗎 你為什麼要跟老闆講 想要逃避責任 是想逃避責任 還是想讓大老闆認識你這個人的存在 知道你跟別人不一樣 更可以把你提拔上來 如果有這件事的話當然更好 但是 就我當初選的這個選擇 初衷 最原始的想法是 我只是不想要自己擔真正的 因為你怕那個責任 但是我又想要省錢 所以 我覺得還是要做這件事 只是我把那個 一部分的責任分別 好 來我們換過來喔 如果你是 剛剛提到他的上司叫什麼 馬龍那些人對不對 你是馬龍 讓你知道MASDA 跟上面大老闆 去講這個事情了 接下來你會有什麼反應 弄掉 超爽 弄他 把他弄他 欸 現在怎麼辦 怎麼辦 他們都是會把你弄掉耶 反正你 他們的畢業隊做個工作 怎麼樣 都把你弄掉 後面還有 不過還有時間 我會把最後的結局講出來 如果還有時間的話 怎麼辦 他們都說 你這樣子是不對的 他們都說 我想把你弄掉耶 怎麼辦 他們知道之後 就再次跟他們講啊 那講什麼 如果在東西成功的話 那代表我們可能 整個team 什麼都可以 有一些 好處 對啊 搞不好他們可以接受 如果真的不能接受 那就 大家有人在相反 OK 就大家有人在相反 好 好 選擇二是選給別人 好 等等 然後再來有兩個很有趣的 選擇第一個 你決定跟客戶坦誠已告的人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理由 坦誠已告的 就簡單 因為他們後面不是也說 可以給很多錢 如果啊那個資料嗎 你是那個客戶的話 你聽到你真實的來意 你不會擔心說 他不敢給你這個資料了嗎 簡單來說 如果我今天不講的話 後面還是有可能會延伸更多的 我覺得我可能漏掉一個資訊 你們知不知道在美國的case來講的時候 什麼叫做商業機密 跟洩漏商業機密的這個事情 會坐牢 對會坐牢 你們知道那概念是什麼 一 什麼叫商業機密 以及二 洩漏商業機密會有什麼下場 好 洩漏商業機密會有什麼下場 你看一下 華為小公主就知道了 人家身為華為小公主 依然在美國那邊 還不能夠很自由的到處跑來跑去 所以這個東西可能是有點嚴重的 那什麼叫商業機密呢 基本上是說 一 這家公司他認為說這個資訊 對於他來講 他是有價值的 以及說 二 因為有價值 所以他進行了某種程度的一個保護 像這樣子的東西來講 就是所謂的一種商業機密 那你覺得說 對於這家公司來講的話 假設他今天認為成本是商業機密的話 他把它保存起來了 你去找別人來挖這個東西的時候 會不會有違商業機密這個狀況 什麼樣算有違 什麼樣算沒有違背 有違背後他人的那間公司的利益 那會影響實戰 會啊 會啊 那會啊 那算是違法的事情 你們覺得算不算 所以他如果是靠著多方的資訊去拼湊 然後 間接推估 而來的話 可能就不算 好 那所以我今天去找一個 跟這個公司有關係的人 請你把這個資料交給我的話 這樣算不算 算不算 有輕壞商業秘密的可能性 覺得算的人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如果今天是我想知道這個事情 例如像好 我想知道台積電 最新的這個製程是怎麼做的 所以我找了他們的一個廠長 請他把那個資料給我 好 這時候設計到兩個人囉 第一個是 我說我是中興好了 不要 我說我是Global Foundry 好不好 你知道Global Foundry是哪一家 你們真的不知道Global Foundry是哪一家 Global Foundry是排第二第三的 第三 好 我是新加坡的Global Foundry 我找人 找了台積電最新的廠長那邊 從他手上拿到了這一張 所謂的一個 最新的這個 最新的一個那種 製程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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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 這樣子的話 Global Foundry有沒有違法 我覺得沒有耶 他不是常過的嗎 你覺得沒有 有沒有人覺得有的 好 就目前的法律通則來講的話 那樣子是耶 那樣公司是違法的耶 公司違法給的人也違法 台灣的案例有蠻多的 例如像之前廣達不知道挖誰的 就被告過 然後這種情形在Case上面蠻多的 所以這上面來講本身是有違法之嫌 這個部分我要先核先序名 好 那 在這情形之下 你會選擇 跟他講明的人的理由是什麼 如果那情形是有違法可能性的話 你會講明的理由是什麼 就 還是誠信原則 誠信原則 誠信原則 誠信的一起來違法 誠信的一起來違法 就如果 因為他的身分是前緣 然後他可能也有所謂經驗條款所在 但是 第一就是釐清他的經驗條款連線 哦 你想要把問題問得更清楚 就例如說 他有經驗條款連線 跟他可以不告訴的那個範圍 最多的 因為他其實應該也造一個底線所在 好 很好 謝謝 來 剛才第二個事情是轉給老手是不是 會轉給老手的人 可不可以講一下你的理由 我覺得這種事情 就是 我們真的要挖到一些比較 重要敏感的資料 那 可能這種事情就不是非非期待 可能真的要走一點 灰色敏感 可是我們要確保自己 要保護自己 要保護自己 那你一定要交給更有經驗的人 而且你交給更有經驗的人 這個是一個喪失到 非常看重的機會 他們可能會因此被捧 也可以順便做一個人事 好 如果 我們假設一下 如果你是馬洞 然後 MASA 然後MASA跟你說 這個案子 我想把它轉給誰 因為他們的能力比較好 他們可能比較可以知道 怎麼處理這個問題 那 你是馬洞的話 你對MASA的評價會有什麼改變 你會覺得MASA實在太有用了 太有自知之明了 還是你會覺得 這個人是廢物 怎麼辦 你就變廢物了耶 因為前面其實我們已經有 證明過自己的能力 所以你只能夠做些很簡單的事情 這種複雜難一點的問題 我沒有做過很難的問題 就是 但是在一個比較有違法的音樂的時候 這個時候 所以我重要的事情是不能給你的 不是 就是 很多的動作都重要 我就是有射程 華麗的東西 OK 所以你不會覺得擔心 你被上面給看低 欸 因為其實我覺得還是有其他機會 可以 可以再證明對 我覺得你不會一次就下去 好喝 那你們怎麼都不給韓國瑜多點機會呢 好開玩笑沒事 沒事好來 再來 選擇是三根大老闆報告的人的理由是什麼 大老闆的 只有你一個 還是有誰 還有誰 你也是嗎 好沒關係我們先跳再來 第四個離職老娘不幹的人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理由 你也有提到公司 很多人都是那樣的做 嗯 然後他在進去之前 也有提過 他很小意思的 也有跟他說 那一家公司我不好不太好 嗯 那我基本上覺得 在那一家公司 你要繼續做下去的話 你遲早就會 你也覺得跟你的格調不合 不大愉快 對 都會一直遇到團合問題 是 不如就直接離開公司 去找其他公司 因為裡面也有提到其他公司 也是 比較明文政策回憶 雖然是 還是會有走一些 一回事 好 你們覺得他這樣講有沒有道理 既然文化不合 我離開就離開了 戴下去也沒意思 沒有道理的 沒有道理的喔 好那 來喔 他現在 他現在要找新的工作 你要離開工作 你要找新的工作對不對 好 那在美國來講 如果你要找新的工作的時候 應該會有人問你說 請問你之前在幹嘛吧 會 那這個時候 你要怎麼跟他講 你之前在幹嘛 你要跟他說你在這家公司上班嗎 好 假設你說這家公司上班的話 那我就會問你說 你前面的上司是誰 對不對 來 假設各位是馬龍 然後呢 那個MASA現在去了一家新的公司 在找工作 然後呢 他現在潛在雇主打電話問你說 欸 你認不認是MASA這個人 他怎麼離開這家公司的 你覺得這個人怎樣的時候 你會怎麼樣子 給他的潛在雇主這個訊息 草莓組 幾乎進不起挑戰 沒有好 這麼壞喔 其實站在一個不好的主管的立場 都不遇過 OK 還有誰 你會怎麼講 有用的廢物 重點是廢物 沒有 不是有用 有沒有人會講正面訊息的 可能會有 但機會可能不大 對不對 欸怎麼辦怎麼辦 他們都說你是廢物耶 我現在怎麼要用你呢 那你要跟我說前公司在那個 在搞鬼 可是這應該是你自己的問題 你才會去汙密前公司啊 不然大家都說你是廢物 這樣你怎麼辦 喔好像怪 好像有危險喔 我們先方便旁不管他 我們再來處理 好 再來最多的是40 這是什麼 不是40是那個 再來還有什麼選擇 第五個 隱瞞真相 然後繼續跟他做的 繼續來問訊息的人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理由 我覺得這是 最容易以合法的方式 獲取到資訊的手段 因為他 對方已經也在那些公司做到 Vicky 他其實應該知道 什麼能講 什麼不能講 嗯 但他還是願意跟你說 一些資訊 你覺得你在用什麼手法 說服你自己 你有沒有在做 推卸責任 的手法 就是他會告訴我 其實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他會告訴我 但是我覺得 那是我可能 最我盡 我知道 我知道 你們聽懂我在說什麼了嗎 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東西的應用 他其實我們講那個東西 我不是用很責怪的語氣去看下來那個東西 而那個行為行為 事情是每個人行為都會犯到的 正常的一種狀況 我們怎麼合理化自己東西的事情 好 我們看過了這五種東西了 來沒關係 來 這時候我們就要問一個 新的問題了 第一個 這個 整個來看的時候 你們覺得這個Devin 他到底會不會真的知道 這家公司 這個競爭對手 新的成本結構 會不會知道 他會不會具體的掌握 這個成本結構的資料 具體掌握跟推論 是兩件不同的事情 不會啊 為什麼不會 因為他已經離開離世了很久了 離開12年了 所以正常來講的話 除非 就算是經驗條款 應該也不會進那麼久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的時候 其實你並不用太過度的去擔心說 你是去用 鼓動商業間諜這樣子的東西 而害你陷到了一個 犯罪的狀況喔 因為我們剛剛講 剛剛舉出來說 會有犯罪例子來講的事情 事情是來自於說是 一 我找了前任員工當中 然後並且是 實際掌握該資料的人 用合法或者非法的手段 把資料帶出來給我拿走 這樣子叫做商業間諜 這樣子的東西 其實是商業機密 但是 我是用推論的時候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只是我個人的經驗 是我的意見而已 重情之下 本身來講 可能是不算的 所以這裡面來講 本身到底有沒有所謂的一個 泄密這樣子的問題的這個部分 本身是一個值得被 被討論出來的一件事情 好 再來第二個 我們先處理一個東西好了 我想一下怎麼講 你們覺得 這一家公司 我們先講好了 這個部分 回到公司的層次來看 以公司的層次來看的時候 現在這一家 被人家探索資料 這個所謂的一個半導體查 它是由這家公司的前任 前任的客戶 現在我新的客戶 叫我去拿這個前任客戶的資料的時候 對於這家公司來講 我到底有沒有責任 去維護我前任客戶的機密 絕對有的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絕對沒有的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絕對沒有的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好 沒有的比較少 絕對沒有的人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理由 我是覺得關係應該就結束了 所以沒有義務要再繼續維持 保護他過去的資訊 想辦法做 所以OK 因為結束了就結束了 一單對一單 那覺得有這個責任的人 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理由 是 有 他今天好像會怎麼 是因為他 有放置做 做好事 放置自己放 他 他不讓那些機片 他的設計 都怪不得 就是 今天都做 所以你告訴我的事情是說 因為別人也這樣做 所以這是不對 對 這個是 那個 這個是 就是一個正向 這是應該我們應該 基於 來進到的 就是我們應該 基於什麼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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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 基於 你用到了我最不喜歡的字眼 就是我覺得 好 沒有關係 他誰可以分享一下 基於 負客管理的角度 所以 你不能夠去 洩密 畢竟未來兩方可能他有在 他有洩密嗎 就是 剛剛是問你 他是我的顧客沒有錯 但是 我並沒有他的一個 在我幫他做 市場調查 跟顧問諮詢的過程當中 我並沒有他興建的一個 這個所謂的一個 晶圓廠成本的資料 所以這裡面來看的時候 這些東西 並不是我在我的一個 輔導的過程當中 所取得的機密的話 那我為什麼不能夠 去 幫我現在的客戶 來探索他的東西 就是如果 這個廠商知道 你做出這樣的事之後 可能之後 就不會給你做 甚至你在業界的人生 可能會受死 所以 你覺得是 你覺得這上面來 就可能會有 不能夠合作的原因 為什麼 因為 就是你 我想說 你背叛了我 算是 你覺得會有 被背叛的感覺 所以就會不行 好 然後再來總部自己公司的資料 還會 可是 可是這一筆所謂的一個 成本結構的資料 並不是當時我在幫他做 顧問諮詢和市場調查當中 我有取得到的 如果我取得到的話 我現在直接就給他就好啦 我完全不用再去問別人啊 就是現在我沒有 蛤 我以前可能是幫他 在做所謂的一個 市場調查的東西 那我現在的 對 就是這一個 目前 對 前顧客 然後現在我手上取得的資料 是來自於 自己網路上的資料 還有參考 別人 建廠 例如像剛剛那個人說 我在歐洲建廠 那個半導體的資料 來做推估的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對啊 他不知道啊 他就以為你把你之前 就是客戶的資料 你可能都不介紹的資料 給下一個 所以你覺得說 你要擔心你過去的顧客當中 會不會胡思亂想 對 然後這樣就會 也是一樣的資料 就是會破壞你自己的場 OK 好 那覺得 覺得可以的人 對於像胡思亂想 這個這樣子的論點 你有什麼樣的回應 你想講是不是 你在偷笑 很好笑的想法 OK 前公司應該知道自己 有沒有把這些資料給他 所以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就沒有胡思亂想的問題了 就是可以給他 因為如果今天他是他的顧問公司的話 就是他們自己也知道 有一些很重要的機密是 不一定可以給出去 像這個東西 很有可能就是會 有延伸到之後 他可能會自己相關產業 畢竟他們都是在做 那個顧問公司都是在做 科技業 所以等於之後他們一定會結束到 跟原本他們 前顧客有相關利益 利益衝突的公司 但他就會知道說今天 什麼東西是 可能是高於機密 會影響到他們的核心 他們就不一定會結束去 在這個議題之下 實際上我們把問題要分兩種 第一個事情是說 現在你在挖掘的這個東西 到底是你在跟你 之前的顧客 在往來的過程當中 所取得到的部分 還是並不是屬於那個部分 如果這個東西是來自於 你在跟前任的一個客戶當中 業務往來的過程當中 你所得知的部分的話 能不能夠藉此把它給洩漏出來 答案當然是不行 這個是所謂的一個 你的一個 你的服務上面的一個 基本的倫理的部分 真的做通責的部分 但這裡面有趣的地方 是來自於說是 這個資訊並不是 這個資訊事實上 並不是你在服務的過程當中 所拿到的 現在唯一的問題是 來自於說是 你能不能去幫 你以前客戶的競爭對手 簡單來講 問題的重點 其實反而是在這個地方來講 來幫他探索一個 取得競爭性的資訊 而這個競爭性的資訊 可能會傷害到 我以前的競爭對手 在這個層次之下的時候 當然你說 至於說你說可以 或不可以這個論點來講 我想每一個人對於 你對於前顧客的一個 顧客的服務的程度 跟顧客關係的一個 建立和維持的話 當然每個人有 不大一樣的一個見解 但是 如果在撇開來 一般的一個通責上來看的時候 某些人可能會說 這個東西完全沒有問題 就好像你今天做一個 律師來看的時候 律師可能今天 幫A公司打官司 明天呢 再來幫B公司來告A公司 這叫做所謂的一種 基本的一種 業界的常態 因為圈子就是這麼小 所以 有的人是用 像這樣子的方式 來合理化像這樣子的東西 去把你所構成的損害程度 是在哪一塊 你有沒有依據過去的關係 而取得到一個 取得到一個 不當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 涉入的能力的這個部分 用這樣子的標準來看待的時候 然後 如果今天 這個客戶 這個新的客戶 所要的資料 並不是我過去所取得的資訊的話 那當然 我可以幫這個新的客戶 來去提供服務 反過來說 如果這個東西 它是的話 那可能 我就應該基於所謂的 一個利益迴避的條款 直接跟他說 對不起 這個案子我不能接 就是在一般的通責來講 可能會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做判斷 這個部分可以理解嗎 好 再來 你覺得 這裡有一個東西 叫做具名的原則的部分 是剛才提到過的一個東西 你覺得 當你在探索這些資料的時候 好 這樣問好了 如果你今天在探索這樣資料的時候 你覺得 這一個分析師 應不應該直接跟他講說 我到底是誰 我的來意是什麼 就是說我今天是IAD的一個分析師 那我想知道 那家公司它有一個成本的結構 我要取得這個分析 那聽說你以前在那邊服務過 你能不能給我具體的像這樣子的資料 讓我來完成這個報告 這叫做A 誠實的玩法 B的玩法 告訴他說 你好你好你好 我是經濟學人的那個特約編輯 我現在正在做哪一個什麼樣的案子 那我想大概知道說 在各種競圓場這邊的成本結構 長得什麼樣子 那你能不能夠接受我的訪談 讓我知道一下這個訊息 好 MASA現在用的是哪一種方法 第一還是二 二的方法吧 好 那你覺得說MASA到底正常來講 你覺得假設比較合理的話 他應該用一的方法 還是二的方法 二 二 二嗎 好 在個案裡面有沒有寫說 美國在那個所謂的一個 顧問服務業裡面的一個 專業守則的部分 有沒有提到類似像這樣子的東西 在那個部分來講的時候 事實上在美國來看的時候 他們很強烈的要求的事情是說 當你在做產業分析的時候 你必須要忠實的揭露你的所在地 跟你的目的喔 所以這部分來講 本身是有違反專業守則的部分 但新的問題出來了 如果是有違反專業守則的話 那MASA這樣做到底有沒有錯 如果違反在你這個公協會裡面的 專業守則的時候 這種行為到底是可以做還是不可以做的 他沒有違反 但是違反了我們這個地方的專業守則 這樣子的話到底可不可以做 會覺得說有違反專業守則就不要做的人可不可以舉一下手 還是很難選擇 很難選 好 覺得可以違背的人可不可以講一下你的理由 如果沒有違背的話 你可能就能達到 你大概要做的事情 會有一定的力量 所以你就可能能提供資訊 只要守則 這次叫守則 一定有用的 可以拿出來參考 守則是拿來參考用的 重點在於 Get the job is done 這要做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如果是全面的第一考 導向思考 OK 好 那如果是你呢 我在乎的不在於你用什麼導向思考 我在乎的是你怎麼想 可能還是會 不照我手 可能就會失去這份工作 OK 原來哈佛的 這麼辛苦的肯大份工作的報紙不能放 好委屈喔 奇怪 學費怎麼那麼貴啊 真的爛學校 學電 好 沒事 好 所以這邊來講 各位是覺得說 是沒有問題的 那一般來講的時候 正常的概念 正常在美國那邊的狀況來講 事情是說 因為這樣子的東西 會有違背守則 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如果是真的 有出現問題的話 那麼它是可以把你逐出 這一個所謂專業 這種所謂的一個協會的會員 這樣子的身份 就好像是說 如果你今天是 以台灣來講的話 如果你是律師的話 各地不是都有律師公會嗎 那如果你今天有一些行為 例如像 我隨便亂舉個例子來講 例如像 我跟我的委託人的老婆上了床 例如像這樣子的東西 跟我打官司並沒有關係 但是有違背到律師的一些守則 那麼這樣子的情形之下 我到底該不該受處分 是由那個公協會來定 那如果他們判決是來自於說 如果我這樣子違背了 在當地的律師協會的一個守則的話 那它可以暫時的把我做停權的處分 那以台灣為例的話 台灣的停權是來自於說是 至少你就不能夠在該地為業 該地職業 所以如果我今天是在台北市這一邊 有被判停權的話 我就暫時的不能接台北市的客戶 就像這樣子的狀況 那麼自於停權的後果會有多大 其實我也不知道 例如像 中山是不是很喜歡臭屁說 我們有AACSB的認證 這邊有沒有台北大學的 有沒有台北大學畢業的 你什麼系畢業的 你們知道台北大學 基本上沒過 差點沒過那時候 你們知不知道 真的有人弄到沒過 你知不知道 好沒事 這題要額外話 你們覺得很重要對不對 可是你知不知道 美國的官方的教育機構來講 因為美國基本上他們的玩法是像這樣 就是說 上面可能有政府的單位對不對 下面會有它授權的認證單位 那AACSB算是它授權的認證單位 而這個認證單位 現在已經被美國拿掉了 它的一個讀可認證的能力了 你們知不知道 你們不知道 它在美國來講 在美國來講 你是不是有拿AACSB這個東西 已經不能夠拿來作為說 申請的資格是用了 可是 我們台灣人 或者Global的人 不是一樣扒著他不放 我們最近就要申請那個東西 你們要備好那個 你們的教學 你們的什麼使命 跟你們的使命 是什麼 你知不知道 完蛋了 這是過不了的 好 沒事 Anyway 所以那個部分來講 如果你被儲權完之後 會不會有問題 其實就現在的資料來講 我也不知道 但是事實上 它的確會讓你有冒著一個 儲權的一個可能性存在著的 好 再來 我看一下還有什麼東西 Misleading這一塊 你覺得說 它的主管 去把這個MASA的這個 簡報的資料 把它做改正這個事情 是 可以做的還是不能做的 好 可能它對於改正那個東西的意思不大清楚 是不是 它改正就是說 它事實上那個資料來講 它事實上只是在它那個間接推估之下 所暫時取得到的一個資料 然後呢 所以它本來寫的事情是說 就是像推估像這樣子取得的一個資料 但是 它的主管就要把這個所謂的一個 它用什麼字眼 代表性嗎 對 它用代表性那個字眼當中 把那個字眼給拿掉了 那當沒有出現那個字眼的時候 別人看起來會覺得說 這個是真實取得的資料 只是在這個事情當中發生的一個問題 好 那麼你們覺得說 作為這樣子的一個專業簡報者 去做像把那個資料改掉這樣子的東西 是可以接受的還是不能接受的 夠專業才可以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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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夠專業才可以這種字眼去 滑中取從 什麼意思 就是它等於說 就把那個字改掉 其實 說實在 會 就是等於說 要看那些觀眾 去解讀 因為我今天看的 它可以說 有沒有representity 跟沒有representity 但是我如果今天看的話 我直覺會覺得 這個就是 就是你取得的資料 但其實 說實在 根據中山大學 最新系管系 對於總統民調的一個調查 顯示 韓國瑜的支持度 百分之八十七 蔡英文的支持度 百分之十三 如果我做這樣子的宣稱 可不可以 我說會被笑 因為距離差太多 是不是 這個意思 這例子好像舉得不是很好 好 例子舉壞了沒關係 就是說 當我今天直接做這個宣稱 而我沒有去做主席交代 那個來源部分的時候 是不是有可能讓客戶會有 覺得這是真的 在正常的情形之下 例如像我今天看到 資社會的調查報告顯示 根據資社會的一個調查顯示 他說台灣的一個 我要叫什麼呢 生物科技 生物醫療儀器產業的產值 高達每年的百分 對不起 換一字眼來講好了 根據台灣的那個 台灣的文件會的調查顯示 文化部的調查顯示 台灣的文化創意產業 在去年的時候 我們的一個 這個叫做什麼 總產值 高達台幣四十億 這樣子的東西 你們會不會相信 會 那如果 我再具體的告訴你說 這個東西是有一些 我的 跟利用什麼東西來推估的時候 會不會讓你覺得這個東西 比較不可信 例如像我告訴你說 我用稅圈資料來做分析 然後分析完之後 做馬桶的也算文化創業產業了 這樣之後會不會讓你覺得 這兩個資料有一些落差 那如果 那所以 在我前面這樣講的時候 比較容易取信於顧客的話 我會不會有欺騙顧客的可能性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難道不是說 你有資料總證說 你這些數據 是從哪裡而而而而而而而 這樣才不是 才會比較容易取信 顧客 怎麼會是 你又來源總證說 你這些資料是怎麼來的 我如果上面沒有寫資料怎麼來的話 你會以為是 就隨便掰啊 我也會寫 真的喔 你是以為隨便掰的喔 對啊 不是應該這樣嗎 還是我是不是告訴我 如果告訴你資測會出來的呢 喔 如果告訴你我是IDC出來的呢 那好 你可以信一下 可是如果是在業界的部分 我來舉個例子來看好不好 全台灣 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博士 成功的進入到了業界 百分之二十幾的博士 進入到了教職 剩下的博士 目前在做博士後 根據科技部的資料顯示 這樣子的資料你信不信 信嗎 好 good 因為這個資料 這個故事是來自於 有一年那時候 那時候還沒有科技 不叫國科會 在做所謂的一個 博士後畢業的調查的那個狀況 結果那個調查的資料顯示的事情是說 台灣大部分的博士都進入到了業界 好 台灣博士 聘請博士最多的公司是哪一家 台機店總共聘請博士 總共會聘多少博士 台灣一年畢業的博士有多少人 你們知不知道 台灣一年每年畢業的博士 是起碼有三四千個以上 光是台灣本土畢業的 我還不含國外這些喜回來的 喜回來再加上來之後 可能就要送到一萬了 你覺得台灣業界吃得掉 這一萬多個博士嗎 而且這個博士當中 我還不是都講理工博士喔 搞不好有運動博士 什麼奇怪的博士 那個什麼 電動玩具博士什麼都在這個裡面了 答案是那個資料本身是有問題的 然後呢 可是那個時候 因為那個資料是來自於是 國課委裡面的一個計畫組裡面的一個人 他不知道用什麼樣的方式去做出來的 然後做完之後呢 他就把這個資料給了當時國課會的副處長 副處長呢 就利用這個資料做出了一個政策說 那經過這樣子來看的時候 我們的博士就業上面完全沒有問題 隨著情形之下的話 我們完全沒有必要去針對博士的教育 這路之類的做一些改革 我們的業界可以充分的接受這些博士 那個可能樓上 山上那邊有一些博士可能現在正在哭 因為正是因為像這樣的 所以就沒有更多的課程 幫助他們去找尋更多的東西 好 Anyway 結果在那個現象之下的時候 就做出了錯誤的政策 那為什麼我會知道這個事情呢 因為當時我看到那數字之後 我就覺得很奇怪 跟我之前看到幾個資料 怎麼算起來 兜起來都兜不龍 我就寫在我的臉書上 我的臉書上面正好有一個朋友 他是在那個國家 科技政策研究中心的一個人 然後那個人呢 正好他直接對口的單位 就是那個副處長 跟那個企劃處的人 他就去問副處長說 你這個數字怎麼出來的 他就跟他說 那個企劃單位的人看他講的啊 他就把我那個邏輯跟他講說 可是這樣算起來之後 這張組的數字是完全不合的 大部分的博士應該都還在 在待業當中 業界吸納不了這麼多的博士 為什麼會有這個數字呢 那個處長就說 這個好像也對耶 就去問那個企劃組的人 那個人怎麼出來的 那個企劃組的人 就講不出來 怎麼估算出來的 然後到最後呢 我同學就被那個企劃組的人 罵了一頓 他說 你可不可以不要亂造謠 好 所以當你今天 沒有去做充分資訊揭露的時候 這個東西 會有一些對於顧客的一些 misleading這樣子的現象 那我們把它拉回到現實的現象來講好了 例如像 你是一個廣告公司提案的人 或者你是在幫你公司做提案的人的時候 那麼 如果你給了一些 是比較容易造成見面印象的資訊 例如像我要怎麼舉這個例子呢 我想一下這個東西 好 我跟韓國瑜講說 我就想他舉例 這樣不大好 可以跟蔡英文說啊 蔡英文我跟他不熟 我跟韓國瑜比較熟 我是韓粉 我不是蔡粉 對不起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好 好 那個 跟韓國瑜說 其實 現在來講 外面啊 總共只有兩個人在反對你 所以只有兩個人來跟你抗議 剩下來的人都是贊成你的 所以你應該要很高興 覺得很高的支持度 你這個選舉顧問 你這樣子跟韓國瑜講 你覺得這個選舉顧問是盡到了他的責任 還是在騙錢 蛤 你要說什麼 你剛剛 好 正常 為了安全來講的話 如果我是那個幕僚 我是那個顧問的話 我可能會選擇這樣的方法來說 為什麼 因為這樣比較好去騙錢嘛 也不容易被抓到那個大的責任 所以 這樣子來做的時候 在這個案例裡面來講 其實 這家公司有做一些 欺騙客戶這樣子的行為 讓客戶覺得說你的確有能力 拿到裡面比較細緻的資料 所以我願意付更多的錢給你 讓你來幫我探索更多更多的資料 在這個個案裡面來講 會有像這樣的一個潛在的問題存在 那這個東西也是裡面 可能必須要被處理到的一個事情 好 看一下時間的東西 我要控制一下 那 再來第二個問題 所以 在這裡面來看的時候 其實 看起來這家公司 有一些他的作為當中 是有點可能不是很恰當的地方 例如像是說 你是否有一些欺騙客戶的行為 或者是來自於說 好 你有沒有 怎麼講 去想辦法去 用一些 有嫌疑的手法來取得一些 你本來不應該取得到的市場情報 就類似像這樣子的東西 那麼 所以讓MASA陷入到了 像這樣子的困境 那 現在問題又出來了 為什麼MASA 在這個案例來講 Silicon 6這個案例來講 會開始陷入到這種 所謂的一個兩難的困境 首先我們從組織的層面來看的時候 這個組織的文化 跟會有這些倫理之間的疑慮來講 有沒有關係 這個組織的文化裡面哪些的部分 會讓人覺得說 可能會使得 他們現在在這個單位裡面 有一些可能陷入到倫理疑慮的一些問題 組織的文化 結構跟設計的層次 就個案裡面來看的時候 有沒有任何跟組織文化 或者組織的結構有關的東西 我們來想像一下 這個個案裡面描述起來的 這家公司來講 假設是你的話 你會怎麼形容這個單位 或者這家公司 第一個 它是不是一家光鮮亮麗的公司 看起來很專業感 穿著西裝 然後會講出一些大家都不知道的東西 所以聽起來吃西密其實很臭屁 會給你這種感覺 好 除了這感覺之外 還給你什麼感覺 在這邊工作是一種 像我們的中山大學工作一樣 就是每天沒什麼事做 這個東西請你找會計師 這個東西請你找誰 這樣子的感覺 還是一種很戰鬥單位的感覺 戰鬥單位的感覺 好 那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其他的感覺 是你在家公司會感受到的 你會覺得有衝勁嗎 在這家公司裡面 會不會覺得有衝勁 會不會大家都很忙 會 那忙的人會有成就感 還是覺得很累 還是都有 會不會有壓力存在 會 哪裡反映出壓力 OK 不行做就做啊 不行做 嗯 那有什麼關係 OK好 還有什麼東西是你覺得說會有壓力的 你覺得這家公司有沒有人性 哪裡看起來沒有人性 上級叫你去找老鳥幫忙 但老鳥不會有 老鳥有幫他忙啊 會你擦啊 有些不會啊 OK 有些不會 會嘗試的 OK 就有小團體 in group這種感覺存在 有一群老人跟一群年輕人 老人怎麼看待年輕人這一群 就老人的眼中怎麼看待年輕人這一群 一群學歷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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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只會念書 一群理論派 一群理論派 都不 對 然後就 只是因為拿過MD 就覺得自己很屌 根本搞不清楚狀況是什麼樣子 不想我們這些老人家 可以幫大家解決這些 各種疑難雜症 好 還有呢 那麼 對於這些年輕人來講 年輕人這一群來講的時候 他們會有什麼壓力 對啊 我就是年輕啦 不然你是要怎樣 是這樣子嗎 還是我年輕雖我廢一點沒關係 還是你們會覺得說 在這個年輕人的這一組單位當中 會讓你覺得說 更想讓他知道說 你其實很厲害的 不要會有壓力吧 因為你還是覺得學歷 因為你會期學歷 做什麼大事 真的喔 你會有壓力喔 會 那你會不會很想讓自己變得更厲害 更厲害喔 會吧 可是就想想怎樣 畢竟又變得更厲害 我發現不能用常理理解你們大家 不是 所以難免 對於正常人來講的時候 難免你會想 當你憋別人瞧不起的時候 大部分人會想稍微證明一下說 其實我們也是很厲害的 所以你會想找各種的機會 來這工作上面更多的表現 所以你會覺得你做得很累了 當你剛完成一個工作 你想休息的時候 你老闆馬上丟了一個工作給你 這個時候MASA的反應是什麼樣子 MASA本來不是說想放一個長假 結果他老闆丟工作下來之後 他做了什麼事情 接下來了 他有跟老闆講說 他其實想休息一下嗎 為什麼他不講 可能怕被人家當草莓族 或者怕讓老闆覺得說 我這個人就是偷懶之類的東西 那正常來講 如果你問我的話 老子就是懶 不然你知道怎樣 但是但是但是 你身為一個頂尖名校的MBA的時候 你開始告訴你自己一件事情 我可以丟我媽的臉 倒好不能丟哈佛的臉 好 所以你就要把他咬的牙咬下來了 所以推完之後 又產生什麼樣的反應呢 當這件老闆告訴你一件事情 這個東西叫你做 然後你覺得你好像不見得能做 做起來怪怪的時候 你會什麼樣子 正常來看的時候 你開始會有一種傾向是 你把問題吞下來 你會覺得說 我跟別人提出這樣子 別人都不會提出的問題 這叫做我示弱 這叫做我白目 這叫做我不懂 你們這些老人家的民間疾苦 我要裝作我很懂 這樣才能夠蹭得起 我是哈佛畢業生 我的薪水比老人還高 像這樣子的一些話語 所以在這樣子的文化之下的時候 會使得MASA 他在碰到這樣子的困境的時候 他等這種所謂的一個 相互求證的能力 自然而然 就開始有一些下滑 下下來像這樣子的狀況 好 還有什麼其他的地方 是組織裡面會涉及到的部分 他所工作這個地方來講 IAD 是不是 這個地方是不是 只在Semi-Citical這個地方 在個案裡面 這個單位 不像其他的單位 是在很多地方有分治機構的 這個單位怎麼出現的 是不是他的老闆 叫Richardson這個人 他本來是開了另外一家公司 後來被這邊合併 並購進來 並且保障了 為了讓他進來之後 保障了他的一些獨立的自主權 所以如果我用IAD這些作為來去比較 來推估的時候 我不見得可以推估到整個顧問公司 叫做S 叫做Sillis 這家公司來看的時候 他不見得代表整個Sillis的操作食物 那為什麼會存在像這樣子的東西呢 因為他有了一個獨立的自主權之後 他有可能會 脫離掉原先公司 習慣的一些文化跟守則 還容易被保留下來 會有像這樣子的東西 那在這種情形之下的時候 因為如果就那個守則來看的時候 既然那個是專業守則的話 應該期待的事情是 大部分的顧問公司 至少會去遵守這個守則 才不會被這個業界給逐出來 但是他們看起來好像 並不見得有守這樣子的守則 可是卻又活得好好的 那其中一種可能的解釋是來自於是 或許上面並不知道 下面有像這樣子的事情發生 也是因為他本身被賦予了 太多的一個獨立的自主權 就有可能會使得他 逐漸的喪失到了一些 所謂的一個對公司的獨立掌握 像這樣子的一些地步 那所以當要改善像這樣問題的時候 從文化上面的一些要求 跟在所謂的一個結構上的要求來講 可能都是重要的 這文化層面來講的時候 組織文化形成當中 組織文化是用哪些的方式形成出來的 各位念管理學出生的人 OK 好 還有呢 高建築化的事情 喔 很好 還有呢 社會化 好 很好 你們誰教的 社會化 不錯 很少看到被教完之後 可以記得這麼清楚的 所以 整個在故事裡面看到的 事實上是來自於說 整個 他剛進來到公司的時候 可能是一個 很有秉實的政治觀的人 但進來之後 開始面對到 高階主管都是這樣做的 然後我們 充滿了理念 什麼都可能不知道 但社會化的過程當中 我要跟老人之類的相處 我知道了 原來現在的人都是這樣幹的 所以我們可能 我可能也得像這樣幹 才能夠像一個 成熟的大人 不再像一個 剛從MBA畢業的那種 什麼都不知道的草莓族 特別是 當你越是草莓族的時候 通常來講 你會越傾向於 中座 你自己已經長大了 大家都會有像 青春期長大的經驗 會像這樣子的東西一樣 而且有可能會使著你 逐漸的一步一步 過去到像那樣子的東西 好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想後面的東西 我不會再講太深 那 我來帶到另外一個 議題來講好了 那你覺得後來 這個 我先這樣子來問好了 我應該這樣問好 你覺得後來 MASA這個人 他怎麼決定的 他怎麼決定做這個事情 你們覺得MASA後來 怎麼處理這個事情 繼續做 繼續做 為什麼 他是名笑 他是名笑 名笑怎樣 他不想示弱 OK 名笑 那中山可不可以示弱 沒有 我應該說你們 終於擺脫了那種迷思 還是我應該說 你們是一些沒有志氣的傢伙 好 所以 有人覺得說是 會繼續做 就是因為不想示弱 還有呢 辭職 你覺得辭職 為什麼 就是 既然是名笑的話 應該也會有類似這種 倫理道德的 課程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 不是說受不了 自己良心的選擇的辭職 那就 說明就話 你覺得 你覺得學校的教育有用嗎 有吧 不然 大家都 不會 我覺得教到現在你們的台詞只是這樣子而已啊 沒有 用都沒有 好 最後的結局是 MASA 老公做辭職了 辭職完之後 他開始找工作 然後 就個案裡面的寫法來講 找了半年之後 都還找不到適當的工作 他再也無法在這個行業裡面立足 因為他的reference變差了 好 那 也許有人會覺得說 是不是還有其他的一些解法之類的在這個裡面 其實什麼叫最好的解法我也不知道 那我唯一能夠說的事情是說 其實到外面上班你們總 終究會碰到很多讓你覺得 很難以去處理的一個兩難的問題 那這裡面有的人可能會說 為了吃一口飯 所以 把自己賣掉是件很合理的事情 那也有的人覺得說 不行 我一定要秉持我自己的一個道德感 諸如此類像這樣子的東西 那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覺得兩種可能都不是太好 因為我相信每個人 心裡面都有一把尺 那把尺可能本來並不會太低 那我只是覺得說 可能那把尺就算上班的時候 要稍微能夠把你自己 最基本上可以顧住的那把尺 那個尺度給導師好 然後當你要向下沉淪的時候 請你不要輕易地把那個標準 向下放得太快 因為當你放了一步之後 一點點放之後 你就會發現 原來 原來做一些比較大的壞事 原來也沒有什麼 會隨著你的道德感之間 逐漸地掉下來 這大概會希望給各位的一些啟示